下辈子的房子买在哪里 作者 福安古观音阁 我曾经认识一个师兄 和我一起住过 四十多岁时 就因病去世了 他是外地人 去世后亲人也不管他 是厦门的一帮佛友 大家一起出钱帮他伙葬的 因为他以前在观音寺做义工 培养了一些福报 认识了很多师兄 往生时多亏那些师兄们 当时我有到极美医院太平间给他助念 死后连骨灰也没有留下 据说都被撒到极美火葬场后面的山上做肥料了 那时 我感觉 人死了以后 真的留不下多少东西 只是后来观音寺的秦师姐有经常诵经给他 现在的人比较迷茫 不仅房价上涨 连墓地也上涨 很多人亲自给自己定墓地 怕自己死无葬身之地 活不起 死也死不起 这就是一个感叹 世俗人的事情 总是纷纷扰扰 我们有为自己买这辈子的房子 这个房子的期限是七十年 也就是说只能用七十年 但是 我们有没有为下辈子买房子呢 学佛人最基础的支线 就是相信六道轮回 死亡了不是一无所有的 还要经历轮回 当然 如果去做鬼了 目的就是鬼的家 也是相当重要的 但是如果做了畜生呢 猪就住在猪圈 狗就住在狗窝 当然如果是牛马之类的 只能吃草了 如果这辈子不好好修行 下辈子换了披毛带脚 那么我们的房子买在哪里呢 现在的人 都给这辈子买房子 却忘记了给下辈子买房子 很多人说学佛人比较悲观 因为学佛人好像不是很重视这辈子 不重视这些追逐世俗 可是修行的人 更重视的是什么呢 他重视的是长远的利益 死亡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可怕的 除了修行人 但是却无法不去面对 总觉得这辈子过得好 就好了 这是可怕的愚痴的想法 我们应该把这个身体拿来做什么呢 我们这个世界来 来自六道的人很多 有些来自天道 特别的善良 内心光明 福报很大 有些来自的玉道 面目丑陋 有些来自处生道 不信因果 愚痴无知 那来自人道的人有多少呢 佛陀抓起一把泥土 问弟子说 我手上土多 还是大地的土多 失去人身就要大地的泥土 一片辽阔呀 得到人身就像手上的泥土 虚云老和尚 往生后 吩咐弟子把舍利子留下 骨灰和面粉一起洒入大海 和鱼虾接缘 下辈子来度化鱼虾 我在广东时 认识一个客户 他母亲也是前程佛教徒 和普陀山特别有缘 每年都去 常年送妙法莲华经 葡陀山的每条路几乎都走过 也吩咐孩子 死后把骨灰洒入 葡陀山的莲花海洋 和鱼虾接缘 他也满足了他母亲的愿望 这是多么坦荡的死亡 多么坦荡的人生 多么坦荡的人生